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方浪,我是粤哥,真实报道,仗义发生 来看看中国的润潮,其实有些朋友我看到社交平台上,当然包括我的视频有些观众朋友认为 大规模离开中国的数据也是一种认知战,真实的情况恐怕没有那么强烈 不过现在根据数据的支撑,再加上我个人也是做了一些采访 总的来看,润潮它是真切的,也是强烈的,不仅是说润潮已经扑到了美国,到了欧洲,比如说荷兰等等 现在连纽西兰这样的南太平洋的岛国润到这里的人也是非常的多 中国的一些智库都是坐不住了,呼吁中国官方要想想办法,寻找一些对策 先来看看数据吧,这个是美国官方发布的最新的数据 高高的望上翘的,这个深色的显示的是2023财年 就是从2022年10月到2023年10月,那已经是创出了记录 最上面的这条橙色的线是2024财年 就是从2023年的10月份算起,也是高高的划在上面 所以这个是去到美国的数据,很清楚 另外就是这位人士,所谓的要饭成功了 已经成为了他在视频之中的一个很魔幻的金句 现在一般的报道纸像他这样的,当然也是可能比较少的顶端的几个 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要饭的经历 然后广告的收益,再加上打赏的收益 一个月算下来20万到30万人民币啊,这么多 这个水平那可以和社交平台上一些所谓的反贼啊 打眼号的反贼 真金白银来钱的速度,那相提并论 这个真金白银可以等亮奇观了 说完美国,接下去来看一看纽西兰 这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了,大概就是500万的人口 在2022年的下半年是推出了一项工作签证 叫做认可雇主公签 它是申请者,相对容易获得 但是无良商家大钻漏洞的一种短期工作签证 因为它在登陆纽西兰之前 申请者就和雇主之间达成一种绑定的关系 所以这个中间啊,不少人真的是抓住了漏洞 当然这个也只是故事的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有一些人,他铁了心,下决心 就是要离开中国,认出来 所以他知道这个中间 有猫腻,有人头肺,有剥削 但是已经不回头 我是联系了好几位 其中有一位女士,她的情况是比较的典型 一家四口 其实在出国之前啊 在江苏,他们所住的地方 两口子开一个小生意 一年十几万,二十万 是有保证的,两个孩子 那么他是 疫情之间感受到中国的这个做法 是非常的糟糕 对他们的生意也有冲击 而且这么多年以来 对于中国或者对中共的这些做法 他是不满意的 所以就着手找中介 透过山东的一家中介 他是比较顺利的一家四口出来了 请他个人得到认可雇主空签 是花了八万元人民币 他说的也很直接 这位女士说的也很直接 中介就告诉他了 反正呢,之所以收这么多明码标价 两三万块钱人民币 是要给到纽西兰的这一家雇主的 那他也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雇主在纽西兰 是华人的老板 开餐饮业的连锁店 那可能店也比较的多 这位女士说的也是很直白了 就是你收这么高 没有问题 但是你千万不要骗我 不要说我来这里干了半个月 一个月 结果你说工作没有了 那我一定要找你中介的麻烦 所以他现在呢 这位女士就是比较稳定了 一家四口去到纽西兰 包括中介费等等 第三方费用在内 一共是二十万元人民币 但是他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后悔 就是铁了心往前走 谈到很快就要到的龙年 那他的愿望就是说两个孩子赶快把外域提高了 找到好的学校 他个人就是说全方面的提升能力 因为只有能力提升了 未来他现在拿到的是认可雇主公签 那以后能力提升了才有机会去寻找移民的可能性 对他的老公呢 那他的老公因为四十多岁奔武了 不喜欢也不适应纽西兰的环境 其实是想往中国回去 但是他给他的老公就是下了一个通缉令 或者说两条路的选择 要干好好干留在这里 不干的你收起被褥滚蛋 所以也是很直接了 所以出国对于普通的工薪也好 或者说做小生意的人来说 是比较艰难的一个选择 要斩钉截铁不回头的润离中国 确实也是很大程度上的一个挑战 其实海外对中国人华人剥削华人 印度裔剥削印度裔这个意思都有 但是就纽西兰来说呢 认可雇主公签他退出来以后 踩上了中国2022年年底 解除新冠疫情风控的这个节奏 同时更大的背景就是润离中国的风潮 真的是一波高过一波 目前持这个签证出来的人是7万人 这是2023年的数据 当然这个中间有一些人是说 想到国外来淘淘金赚赚钱 会有 这个没有问卷统计 所以到底哪一个心态的人占多少比例 不好说 但是我采访到的联系的这几位人 还是倾向于认为 比较大的比例的人 确实是抱着一颗润出中国的心 去到纽西兰的 纽西兰一位非常资深的劳务关系法律顾问就告诉我 他说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一些劳务中介 和纽西兰的本地的一些劳务中介 当然主要是说一些能够提供用人岗位的公司 哪可以说就是沆瀣一气了 现在公开明码标价在微信上打宣传的 就是说费用已经是五万到八万元人民币 其中就是包括了人头费 所以他最后的结果 想认出中国的这些人去到纽西兰之后 他得到的工资 其实就是最后就是自己的钱 还有一位知情人士就特别告诉我 他是当一个大笑话来讲的 就是纽西兰的这么多侨领 从来没有哪一个侨领站出来说 要保护中国劳工的利益 反而这中间有一些侨领又是企业家 也是混水摸鱼 在这一中间剥削劳工 这位知情人就特别告诉我 习近平曾经是去纽西兰进行访问 也是一大批侨领在旁边坐陪一起合影 其中有一个侨领现在也是涉及到了剥削劳工 也很有可能就是收人头费 现在是被告上了法庭 所以有资深的一些劳资关系顾问就呼吁 在纽西兰的一些雇主啊 你本来是运营着这里的公司 但是你的经营理念管理方式完全是中国特色 所以对于雇主 他的建议就是说呢 你既然已经是润到国外了 那么你就要入乡 随俗就要按这边的规矩办事 请你们尊重西方的法律 以下的视频就是由资深的劳务关系顾问所分享的 这位顾问就特别提到 工人给他发的视频显示 这个是雇主提供的房子 当时是有七八个人住在地下室 楼上还住着其他工人 工人们每周给雇主是交一百块钱的房租 后来房租还涨到了一百五十块钱 都是新纽西兰员 那么提供视频的工人 告诉这位劳务关系顾问 最多的时候这个三居室的房子 是住了二十二个移民工人 我们的许市啊 十了多瓶 二十了瓶啊 这里头住了十个瓶啊 全上下铺啊 你看 爽啊爽啊 哎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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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就安 都不得了 哎呐 哎呐 这个别 放开啊 这是我们住的地方 这里的小房住了二十二个月 这是我们做饭的地方 这还有 我屋里的还有 中国的润潮现在是引来了普遍的关注 最新的一个名证证明 就是中国知名的智库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相关的课题组所撰写的一篇报告 刚刚公布出来 标题 荒谬的叙事 西方兴起中国崛起顶峰论的梳理及应对建议 当然他给出的角度是舆论战 当然他给出的角度是舆论战或者认知战 因为西方啊 在强调或者说在渲染中国崛起已经到了顶峰 所以这家智库认为有一系列的副作用 副作用之一其实就提到了润潮 大概是这么几句话 中国富人的移民潮不是从疫情大流行开始的 而是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存在 过去十年中 所以这个时间显然是和习近平主政是相匹配的 这份报告也特别提及 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增速的放缓 富人再难以像以前一样依托各种红利 实现财富的快速增值 加上外媒所大肆炒作的中国崛起顶峰论 这可能导致大量富人在中国看不到财富增长的机会 从而携带大量资本移民国外 直接导致国内投资下滑 就业岗位减少等后果 润离中国的富人有多少呢 中国人民大学的重阳金融研究院 是援引了西方一个咨询机构发布的数据 就认为2023年大概是有1.35万名的高净值人士外流 所谓的高净值人士指的是 拥有超过100万美元可投资资产的富翁 1.35万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中国目前大概是有80多万名百万美元的富豪 是一个很小的比例 但是金融研究院就认为 这种外流的趋势其实还在增强 除了数千万美元的财富从中国流失之外 高级管理人才也在外流 这会让经济增长减缓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所以中国可以说是面临着方方面面的矛盾 人们在用脚在投票在做选择 很突出的就是习近平开启第三个任期之后 这种润潮确实是有放大的趋势 相对的所谓的劳工阶层 接下去在中国做一些小生意的阶层 包括前面我所提到的这一位在江苏的女士 再接下去这些富豪阶层都在琢磨着 当然有些已经离开了 有些是在琢磨着要不要所谓的润出去 习近平在开启第三个任期之后 能够看到中国国内的不满的声音 确实是在持续增加 如果说中国的经济短期之内 没有迅速一个好转扭转的趋势 相信这样的润潮它会浪头更大 风势更猛 包括我认识的两位非常资深的媒体人 一位已经是前辈了 另外一位是在北京 目前有自己的媒体公司 他们也是希望离开中国 所谓的润出中国 但是一方面舍不得卖房子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语言的原因 专业的原因 现在顾虑是很多 他们是不考虑说走线去美国 同时也不考虑说去纽西兰 透过拿短工签的方式 所以现在是卡在这里 但能够看到 确实有不少的媒体人 心弦也是被波动 希望某种程度 某个时间点 希望离开中国 以上就先和朋友们分享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宝贵时间 也特别的有请拜托各位多评论 订阅点赞 转发打赏和会员支持 谢谢各位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